五年前 盛家千金被人下药 卷入了一场豪门阴谋 这次我定要查清真相 找到害我的那个人 现在该让他们自食恶果 盛小姐 盛孟瑶和沈赫将在三天后的发布会露面 戒指 你还想用你肚子里的野种 来向赫哥哥逼婚 我看你是疯了 盛瑶 那天晚上又不是我 我怎么可能取个破鞋呢 你说什么 时候告诉你 就是赫哥哥让我给你下药 把你送进陈总房间的 谁知道你这么放荡 自己就闯进了一个野男人的房间 以我回事取消 我要取梦来武器 你赶紧滚吧 你赶紧滚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我的复仇计划才开始 你这个坚持 谁要你回来的 你怎么敢抢小姚女医的角色 两位疯狗又出来乱咬人了 你居然偷偷去试镜 你给我撕眼 这部剧是我沈家为了捧小姚才投资的 你不可能投入一群的好处 我凭实力拿到的角色 凭什么退出 你 死眼 做梦的 明天的聚餐 明天的聚餐 我一定准时参加 休想 你们赶 你们放开 你给我进去 你们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喂 放我出去 把你关到明天晚上 你还怎么去参加 放我出去 小姚 谁 妈 妈 救命救命 快走快走 你别跟那种人起来 关系 救命求求你 对了小心是骗子 别管了 救命 求求求你救救我孩子 救命求求你 孩子 孩子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我的好姐姐 哪有孩子啊 你是降来的别准 是个死胎啊 哈哈哈哈 哥船子找不到 你说团子找不到了 都是我的错 我就不该把团子带到这了 可是你打死我吧 团子要出了什么事我也不过 你 对不起先生 先生这是个气婴 而且已经腰折了 这孩子我要了 封锁整个酒店别放一个人出去 好可爱的小朋友啊宝贝你怎么在这 妈妈 不哭 宝贝 你在这里多久了 不怕 我自己关多久的关事 这么小的孩子 不能一直关着 宝贝 大会儿我用力把这个门拉开 你从这个风钻出去 嗯 等一下 不用担心我 宝贝快来 从这里钻出去 我 我 要跟 妈妈 一起 你是不是不想丢下我一个人啊 嗯 可是宝贝 你要先出去 才能找人来救我 对不对 嗯 宝贝快走 宝贝 你安全了吗 嗯 那我缩手了啊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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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留下我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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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团子找不到 我 小太子 团子 你吓死二叔了 你去哪儿了 有事没有啊 啊 来 怎么了 啊啊啊 啊 团子 团子怎么了 里面有什么 开门 是 有事没有 是 没有 是 我 是 是 是我 你 是 你 我 我 是 你 你 是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是他救了你吗 是妈妈 这个女人为何如此也不错 这是男人 不对孩子呢 先生是你送我来的吗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小朋友 大概这么高 他应该会去找人帮忙 哦就是他 吓死了 还好没事 他要是被拐走就糟了 您是他的 父亲 哎美女 你醒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团子的二叔 谢谢你救了我们团子 二少 美女 你认识我 二少女名声在外 每天都挂在认搜上 想不认识都难 二叔 那您就是词儿说中的六世太子爷 过去了 我救的是陆氏的小太子爷 丁哥 恭喜你 答对了 啥意思 美女啊 我哥的意思是 谢谢你救了我们团子 要 给你三个月 什么 你不仅救了我们团子 团子还开口说话了 对我们陆家来说 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 你 嫁给我 你要包养我 明媒正确 走法律程序 不过 盛小姐 硬是理解成包养的话 我也不介意 可是 传闻中 你喜欢的是 男人 你先帮团子出去 哥 什么意思 我要跟盛小姐证明一下我的兴趣向 我 高一咬 耶 sous 哈 蛋 米 n 告 一 去 哦 他 腾 这 怕 来 不 秒 哥 怎么不停了 郑小姐 三月为期 请你这三个月内 搬进陆宅照顾团子 与我相处 若是三个月后 还是对我不义 我就放你离开 陆总是认真的 绝无半点戏眼 选江城最粗的大腿 切有不抱的道理 金主大人 请多指教 我去 哥 你就这样把嫂子拐到手了 糟了 要赶回家发布会了 我要先走 你就打算穿成这样去 好 我 带上你所有装备 十分钟内到陆家四人医院 哥 要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查到了 扫子身份 我查到了 有些事情 出乎我们的意料 有话快说 当年圣女收买了医院的人 故意抱错签子 这扫子身份被取代了 那圣家人就偏爱妹妹 故意把扫子送出的国 这么说 圣家人才是圣家真正的前景 对 哼 她妹妹霸占的身份 还如此对待家人 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 是时候让她拿回 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是 这部剧 我们省市集团 清除了大量资源 就是为了 捧我们家小姚 感谢各位支持 沈总说的没错 所以 我们考虑再三 决定换掉之前女艺的人选 郑导 能给我们换掉女艺的理由吗 沈总 据说圣家宁很符合 女艺的角色 您为什么要换掉她呢 圣家宁本人知道被换掉吗 这部剧 我们沈家室最大投资者 我说换掉谁 就换掉谁 谁走好大的口气 你要换掉谁 快快快女艺号来了 沈瞻宁小姐的盐 简直就是内于天花板啊 这个贱子 她来干什么 沈家宁 你只能是我的 沈小姐 当了小三 还在这里理直气壮子 诸位 我才是圣家真正的天津 而她 不过是个纠战雀巢 破坏别人家庭的冒牌破 你在胡说什么 沈总 你看这 你干的 沈总觉得呢 你这个贱人 你敢害我 感谢大家支持 我一定用心研好这个角色 你 你休想 沈家的大小姐 只能是我 你以为这 就演得了女艺了 啊 啊 我演不了 是孟瑶这种劣迹艺人 就能演啊 你 你发假新闻 是想害死我跟贺哥哥吗 沈小姐要是没做过 怎么会害到你 你这么诬蔑我 爸妈是不会放过你的 怎么 沈小姐害怕了 你们几个还不赶紧给我滚 贱人 当年你自己布置景点 现在还敢信口自亡 哥哥哥 你别说了 这还有外人在呢 他自己都不嫌丢人 我怕什么 把你的手机给我收起来 当年到底是谁出的鬼 你不要不说 沈家娘 当年是你自己爬上野南的床 我才跟你取消婚约的 怎么 害怕我送你去监狱啊 你自己身上野种 还敢开养我 不可能 你把我孩子还给我吧 姐姐 你怎么还想着那个野种啊 爸妈都要被你气死了 我还想 我还想 我劝你 最好乖乖出国 别在这里爱我跟赫哥哥的眼 那野种 我已经叫人处理掉了 是死是国 都不可能留下来 你最好给我马上滚出国 当年的事 沈总 你还有脸提当年啊 你个贱人 哎 赫哥哥 别打他了 你 你敢推小摇 你有什么资格打我 赫哥哥 姐姐当初在国外得了很多奖 听说有很多追求者呢 她啊 是凭实力拿到这个女衣的 谁知道她那些野地奖 是不是没人顺着 赫哥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 姐姐她也不是故意关于 生下死胎的呀 什么 姐姐 你当初不肯让赫哥哥碰你 不会是早就在外面有人了吧 这件人 恐怕当年就是故意走错房间的 谁知道里面是不是她病毒了 是啊 姐姐前两天还说要在外面找一个有钱有事金主 要大红大紫呢 你 你还敢反抗 当年我把你送给陈总 你居然敢换我的好事 哥哥哥哥 我看姐姐根本就是不盼着你好 你怎么打我 你要是不想吃牢饭 就把狗嘴给我闭上 你敢打我的女人 一对不要脸皮的肩肤淫妇 我打了又怎么 你找死 打的就是你们这里更难逆死我 哥哥哥 什么叫妮妮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跟盛梦瑶上闯 给我下药回我清白 一桩桩一件件 哪些冤枉你们了 你 哥哥哥 我看姐姐是背后有金主 所以她才敢这样顶撞你 臭婊子 是我做的又怎样 我等会把陈总叫来 你给我好好服侍陈总 你做梦 不 接着着 我弄死你 住手 不准 打我妈妈 哥哥哥 跟我动手 知不知道我是谁 团子 你怎么来了 担心 妈妈 盛家宁 这是你的孩子 我劝你最好别碰他 天哪 姐姐你什么时候又生了一个孩子 还是说 这是你背后金主的孩子 盛家宁 你就是个万人齐的荡妇 打 哪来的小树枝 你还给我帮忙 想得罪我沈下 把这个小兔崽子 给我抓去关了 盛家宁 我知道有个地方 我们好好续续交 走 姐姐 你说我要是动了你的孩子 你会怎么样 你敢 陆氏是不会放过你的 姐姐你是想下骨谁呀 孩子 石梦阳 家里您小姐 几年不见 越来越漂亮了 陈总您放心 这回我一定把人送给你 住手 住手 二手 嫂子 团子 没事吧 你们活得不耐烦啊 敢动我手心一人 心一人 怎么 陆二少 抛养了就直说 二少 你 你是姐姐背后的金主 这剑 又是勾搭上了陆二少 那还真不好动 陆二少 谁不知道你女人多如衣服 这次又准备玩几天 哈哈 哈哈 等会儿哥来了 看见嫂子和团子这副样子 普通难逃一死 团子 把耳朵捂起来 嗯 我说霸道什么 陈岁陆氏 你们不想婚了 啊 二少 恐怕你代表不了陆家吧 陈总 我劝你 考虑清楚 哼 我和陆总 还有大项目在合作 我劝你 少管钱事 哈哈 陈总 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赫哥哥 这二少 就是我们娱乐公司的老板 可是我们的生意 全靠陈总了 陈总又那么喜欢姐姐 要是陈总得到了姐姐 那 二少 你既然不是他经主 那我劝你 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沈云 沈云 你请吧 哈哈哈哈 陈岚夫 你敢 怎么样 跟我上去喝一杯吧 陈总 你没事吧 你个贱子 哪来的小猪 辰赛 要是再多少 我跟你拼命 陈岚夫 我哥不会放过你的 给我放手 你哥 你哥才不会管我抢了那个女人呢 陈岚夫 你给我放手 这可是你逼我的 我劝你 还是乖乖跟着陈总 不然 这个小猪 我现在就弄死他 阿少 你恐怕还不知道吧 我姐姐男人无数 金主可不止您一个啊 您还是别心疼了 就是 这个破鞋 我怎么弄 都把眼睛闭上 我来了 小美的 哈哈哈 陈岚夫 你给我放手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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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岚夫 妈妈 妈妈 你着谁呢 你着 你谁呀 陆云青 别怕 我来了 把他们抓起来 团子 没事吧 没事 都过去了 哥哥哥 这个人是谁呀 看起来不简单啊 一看又是这破鞋的 拼头吧 乖 你等我一会儿 你们的仔细到了 哪里来的小白点啊 这位先生 你别被这个女人骗了 他五年前未成年 这个男人上床还剩下了野种 刚才是谁 刚才是谁碰了他 把所有人的手机都收起来 今天谁也不准备看 是 刚才 刚才是你打了他 我打他 打他 打他怎么了 打了的猫头小子 该这么跟我说话 你他妈敢打我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不想活我可以送你上路 你敢打我 我可是沈家继承人 可可可 你再污蔑他半句 我拔了你的舌头 路总 路总 你我脸下是四角 你千万不能动我 不能动我 什么路总 哪个路总 哪只手 路总 都说了 识趣点 非不听了 看着我们两家的面子上 给我个机会 我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 下次下次我再也不敢 下次 你他妈疯了是不是 让我出去 我要你死 路总 小娘 盘子 别看 哎呦 嫂子团子 太暴力了 别看别看 快 嫂子 什么嫂子 你说什么 那她是 路市总裁 传说什么 太子爷 路总 路总 拉出去烟了 路云庭 他竟然 是路市集团的太子爷 路云庭 他 他是路云庭的孩子 路总 误会啊 今天晚上 就是个误会 回家 你来干什么 你说你喜欢楼上 那个小明星 完了完了 干嘛这架势 是要帮他约呀 他和团子刚睡着 您轻一点 我 你知不知道 他几年前 把过孕 生过孩子 知道 他还是身家的妻女 知道 他当年跟你 议试一下团子的女人 你不找了 不找了 郑嘉宁就是我的妻子 团子真的开口说话了 岂止啊 团子满心满眼 都是嫂子 那开口叫妈的模样 谁看得不动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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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好不容易 有个心动的姑娘 团子也好不容易 哎呦 太好了 我终于有宝贝儿鞋了 啥 那我就先走了 这三个月 我不来打扰 你尽快把人给我红镜 陆家的门 那圣家夫妻 鬼迷心窍 略带轻雨 任原来跟圣明瑶欺负他 你们可把人给我 他好了 放心吧妈 有我在 谁也欺负不了嫂子 哥哥哥 怎么办啊 现在他攀上了陆氏总裁 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那个贱人倒是有本事 当年的事难道他还想报复不正 他要是干 我绝不会饶着他 赫哥哥 你怎么了 陆云婷对沈氏出手了 不行 你明天就把那个金人给我约出来 不然沈氏就完了 现在沈氏股票大跌 陆云婷要是继续对付我 我就完了 赫哥哥 那陆总肯定是一时兴起 他怎么可能会帮着他对付我 不管之后怎么样 你现在就去给我买东西 去找沈家宁赔罪 赫哥哥 我 还不快去 哄不好他 你也别昏人了 那个贱人 爬上了陆总的床 现在嚣张得很 你现在找个人绑了他 可是陆总那边怎么办 哼 等他亲眼看到 沈家宁被人抢了 他还会要这个破鞋吗 嗯 那我去安排他 团子 今天开心吗 今晚就回去跟爸爸换上妻子妆好不好 嗯 和妈妈 一起 开心 嗯 团子真乖 走 我们回家 哟 还够呢 团子快跑 你们是谁啊 嗯 嗯 嗯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不好啊 哥 不好啊 哥 扫射和团子被人 被人把走了 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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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子 团子 沈家宁 五年前 没有把你给毁了 让你回来 耀武扬威啊 你猜猜今天 我会把你怎么招 什么呀 他是陆云婷的儿子 你要是动了他 陆云婷不会放过你 我留下 你放他走 最恶心的 就是你这副圣物的嘴脸 明明自身都难保 还有空关心别人 你想干什么 我当然不会瞪他了 我会把他亲自送回陆家 至于你嘛 我要是把你这张脸给回了 陆总还会不会喜欢呢 啊 沈梦阳 你张嘴 沈梦阳 你真的活得不耐烦了 你你没过来 你要是再跟过来 我就杀了他 你你别乱来啊 快 现在团子走 快 陆总 他就是双破鞋 他五年前 就在皇庭酒店跟一个野男人睡了 还剩下了死态 小花好好说 你把刀子拿远点 你说什么 黄庭酒店 对 他就是个当副 他不知道在外面找了多少个金主 陆总 我没有骗你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不能被这个女人骗了 哈哈 你笑什么 你知道五年前跟他带钱那个男人是谁吗 什么意思 那个男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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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八号房间 行了 是你 那 那团子是我的孩子 那我的孩子没死 是 当年是我把团子抱走了 你们别过来 退后 你们要是再跟过来 我就把他给杀了 哈哈 哈哈 平什么到头来是我给你们做的嫁衣啊 我就算死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向真 让你好过 妈妈 团子 孩子我的孩子 我孩子 你的孩子就得死 快救团子 没事的 别担心了 要是团子有个什么山长两短 我要他身家陪兵 不要 不要 啊 陆总 我求求你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 你原谅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你 你把个个个关进去了 你还想害死我吗 啊 你个毒妇 谁啊你在这里大爷 我的孩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杀了你 你 师母娘 我会让你 我会让你往后的日子痛不欲伤 不不 陆总 求求你放过我 求求你放过我吧 求求你啊陆总 滚 滚 滚滚滚滚 马里的滚 我 妈 妈 滚滚 团子 妈妈 在 宝贝 不怕啊 好 好 没事就好 妈妈 我疼 以后妈妈永远陪在团子身边 团子再也不疼了 好不好 太好了 一家终于团聚了 老华大人 你准备什么时候公开委赴 她是我的妈妈 你不许呛 就是 我只有团子一个宝贝 夫人 夫人 看来已经瞒不住了 热搜炸咯 开得还不错